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知了3C 上个月初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CS2019前夕 老黄是高调发布了RTX2060 那么时至今日 也过去一个多月了 各大AIC的非公版RTX2060新品也均已上价 售价基本在2800到3600元之间 今天我手上拿到了这款索泰RTX RTX2060 6G D6至尊Plus OC6 就是一款相对高端的2060产品 京东售价3299元 在一众RTX2060中也算是比较贵的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还是先从外观看起 索泰RTX2060至尊Plus OC6的导流罩 采用了银色黑色混搭的设计 银色部分是磨砂质感的金属 黑色部分则是塑料 表面做了很多不规则的切割面和镂空设计 来增加整体的立体感 正面是三个9厘米的主力散热风扇 整张卡长度为31.6厘米 顶部内嵌一个索泰的1600万色RGB logo信仰灯 通过索泰File Store软件可自定义灯效 除此之外 它还附赠了一个同样支持RGB灯效的4厘米小风扇 可以安装在背板上增强散热效果 比较有意思的是 背板上其实预留了两个小风扇的安装位 但可能由于RTX2060的定位还不够高端 所以索泰只附赠了一个小风扇 强迫症患者可以考虑去深水宝再买一个来装上 毕竟好事成双 这张卡采用了8加8PIN的外部供电设计 对于RTX2060来说绝对是挫挫有余的 Io方面配备了三个DP1.4和一个HDMI 2.0 以及一个USB Type-C接口 整张卡的重量大约在1.2千克左右 不算很重 也不需要用到支撑架 拆解之后 可以看到内部采用了超大面积的纯铜GPU直触底座 外加5条9毫米的镀镍纯铜热管 和一大堆鳍片组成的散热模块 索泰管这套方案叫3D Store高效散热模组 至于具体散热表现如何 咱们到后面再来验证 除此之外 在PCB表面还覆盖了一块金属框架 不仅能加强显卡强度 防止PCB弯折 还能辅助供电模块散热 而供电模块 这张卡给到了惊人的12项供电 要知道公板也只有8项 索泰这种做法只能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堆料王果然是名不虚传 这样的供电设计 满足这颗TU106-200A-KA-A1核心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认为 索泰之所以这么做 还是出于超频方面的考虑 毕竟这张卡BOSE的频率非常之高 强大的供电 可以帮助核心稳定在更高的频率 好了闲言少叙 我们直接上机测试 测试平台方面 我采用了AMD锐龙7-2700 加华硕ROG-C7H 加芝奇16G双通道内存的组合 再搭配金斯顿HyperX Fury RGB SSD 做测试盘 电源用海运Snow Silent 750 13年 保证显卡供电 散热器用N解海妖X72 保证没有任何音速能限制显卡的发挥 亮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显卡的一些基本参数 首先是核心频率 默频1365MHz和公版一致 区别在于BOSE的频率 可以达到1770MHz 比公版高90MHz 而实际的测试中 我们发现 它的频率甚至可以去到1950MHz 更高的核心频率 意味着需要更好的散热和更优秀的核心体质 显存频率为14000MHz 还是和公版一致 性能测试方面 得益于3DMark最新发布的光线追踪 和NVIDIA DLSS基准测试项目 让我们对这张卡的光追和DLSS性能 都能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认识 所以在本次测试中 我们也会加入它们 还是先从常规的3DMark基准测试看起 得益于更高的主频 索泰RTX2060至尊Plus OC6 对比公版RTX2060 在各方面都要略胜一筹 Fire Strike Ultra跑分为4234分 Fire Strike Extreme跑分为8922分 Time Spike跑分为7659分 整体提升幅度大约在3%左右 玩爆上一代同级别产品 GTX1060性能逼近GTX1070Ti 但对比RTX2070 还是有很大差距 而在考验光追性能的Poreo测试方面 它的得分为3836分 在NVIDIA DLSS功能测试中 对比DLSS功能开关前后的表现 帧数竟然相差了10帧左右 表现相当给力 游戏方面 我们测试了古墓10和古墓11 由于古墓系列都自带Benchmark 我这边就直接放测试结果 可以看到在画质全开2K分辨率的情况下 索台RTX2060分别有着55帧和74帧的性能表现 1080P下表现更佳 分别去到61帧和87帧 而在支持光线追踪和DLSS的占地5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关闭光追的情况下 帧数能达到82帧左右 而开启了光追效果后 平均帧数只有36到37帧左右 这种情况在打开DLSS后得到了改善 提升到了43到44帧 只能说DLSS真香 而把分辨率降到1080P之后 情况就好了不少 在同时打开光追和DLSS的情况下 能达到101到102帧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都是我在使用NVIDIA游戏内覆盖 录屏状态下的帧数表现 实际上关闭了录屏之后 帧数还能在原来的基础上高个5帧左右 除此之外 我们还在时下最热门的FPS游戏 Apex英雄中进行了测试 在2K画质全开的情况下 帧数基本稳定在80帧以上 感觉非常流畅 把分辨率降到1080P后 更是能轻松达到130帧 可以说这张卡应付Apex英雄是措输有余的 那么总体来看 RTX2060是非常符合它的定位的 2K不敢说 但至少1080P状态下的各种游戏 特效全开的情况下 基本都是毫无压力的 温度方面 在进行了长时间的压力测试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卡 满载时最高温度也仅为63摄氏度 表现相当不错 噪音方面 即使是在满载烤机状态下 也只有45分贝左右 盖上机箱侧板之后 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平时正常使用 基本也是察觉不到 再来看大家比较关心的功耗 待机状态下 平台总功耗约为48W左右 而烤机状态下 功耗约为215W左右 基本上一颗额定300W以上的电源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最后 治疗想说的是 其实像索泰RTX2060至尊 Plus OC6这样的非公版产品 从售价上 你就可以看出它的产品定位 绝对是RTX2060中的高端货 这款显卡京东售价为3299元 淘宝最低也要2900元才能入手 比很多非公RTX2060都要贵上一些 那么多出的这些溢价 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一颗体质更好 频率更高的 TU106-200A核心 和更好的散热和用料 以及炫酷的RGB灯效 我想这些索泰RTX2060至尊Plus OC6都做到了 除此之外 你会发现 今年RTX2060的定位和以往略有不同 至少 从售价上看 它一点也不像是一张甜点卡 它更像是以前的GTX1070 而性能方面它完全可以满足1080P下几乎所有游戏的高画质需求 甚至2K也不在话下 并且它还是开启NVIDIA RTX光线追踪和DLSS深度学习超采样技术的入场券 我认为如果你有3K的显卡预算的话 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或者再加个5600 上个乞丐版的RTX2070就更棒了 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马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投币点赞并关注我们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和建议 也别忘了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